我們非常尊重黨中央行使黨規 那我跟林志展副議長再三強調 也深信公正的施法調查 才能夠讓台南市議會 這個正副議長選舉 能夠還給我跟林志展副議長 一個清白的名譽 那相對的 雖然施法能在這個政辦當中 但是為了顧及民進黨的聲譽 以及彰顯賴清德主席上任後的改革決心 那我跟林志展副議長 已經在今年的1月9號 向黨中央致勤停權處分 這黨內的宗職會是 我們有看到開會通知人 那當然有這樣的提案 我們就要去了解一下中間的過程 那一切都要尊重 因為宗職會是合議制 所以要尊重所有的宗職會的意見